张妈打电话给魏父报喜当晚 魏长泽就连夜订了机票回家 此时的他才知道 在过去的十多天里 蓝忘机一直住在魏家 并且和自家儿子房间只隔着一道墙 你把蓝忘机叫到家里去 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面对新婚妻子 魏长泽难得冷下了脸 语气也很是不满 在过去半个月里 老公对他温柔体贴 时时 事实都以他的体验为重 出门在外更是主动拎包 从不让他有一丝一毫的不舒适 可是现在 仅仅是因为他把弟弟叫到家里住了几天 并且出发点还是为了妻子考虑 明明他一心是为了这个家着想 反而老公却对他冷言冷语 蓝运漂亮的眼睛盛满了惊恶 以及不敢置信 蓝忘机不是他的亲弟弟 可他从十岁开始 就和他在同一本户口本上 他是他法律上 也是心里头唯一的弟弟 于情于礼 他结婚了 弟弟哪怕和他一起住 他自认也是情力之中 他嫁得不是穷人 不是一居两室 各种不方便 魏家的别墅就容不下一个蓝忘机了 蓝运的脸差时也冷了下来 魏长泽 你什么意思 你若是嫌弃我们蓝家人 当初就不要娶我 你既娶了我 就得尊重我的家人 我蓝运也不是吃软饭的人 我有自己的事业 就算没有你 也照样能活得好好的 蓝忘机的母亲走后 将蓝忘机托付给他 这些年他既当姐 也当妈 他早已把这两个角色融入了骨髓里 一个年轻女性带一个孩子不容易 他原本软弱的性子也被磨出了棱角 他必须得这样 才能扛得起这份重担 所以 魏长泽的语气大大折伤了蓝运的自尊 阿运 我不是这个意思 魏长泽听到他曲解了自己的意思 也是很着急 我只是 你跟我说一声也好 阿现从小就调皮 你弟弟蓝忘机性子又冷 我怕那孩子没大没小惹他不高兴 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 儿子喜欢蓝忘机这事 无凭无据的 他不能性可开河 若是自己想多了 岂不惹人笑话 魏长泽这个解释 让蓝玉冒起的火气 稍稍平复了些 现现虽然调皮 但他不是没有分寸的孩子 魏长泽 你对自己的儿子都没有信心 将来他如何挑起魏家的担子 反正你也说了 这魏家的一切都是他的 魏长泽眼露惊讶 女人微叹了一口气 在开口时声音淡淡 听不出喜怒 那天晚上 你和线线在房间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阿月 魏长泽 我没有怪你 一开始你也没说会跟我再生孩子 我也四十多岁 生不生不强求 我是看上你的人品和你的好 才和你结婚的 从来都没想过要和你儿子争家产 可你若是连对我的好都吝啬了的话 我们之间就没有必要走下去 阿月 你误会了 魏长泽一直都知道 蓝玉是一个性子要强的女人 他也知道 他很疼爱蓝旺鸡这个弟弟 哪怕 蓝旺鸡和他之间 非得选一个 他估计也会毫不犹豫选弟弟 我们回去吧 蓝运不等人结识 转身进了房间收拾行李 魏长泽望着他那虽生气 却还是一态优雅的背影 谋色涌上几分难色 他知道 这事 于蓝运而言 不公平 爸 你 回来了 什么时候回的 这天 魏英像往常一样 下课后背着书包和聂怀桑 他们一起不出校门 见到了意料之外的人 魏长泽盯着半个月没见的儿子 静静看着 魏英被他看得莫名其妙地起了心绪 爸 您 这样看着我做什么 我发誓 我没喝酒 不信 你问聂怀桑 魏英一个成臂把不相关的人揽了过来 为自己作证 聂怀桑先是问了好 然后才附和证实魏无信的话 魏叔叔 魏无信最近真的没有去酒吧 我求他 他都不去 他还说要考年纪第一 胸口吃了一周 聂怀桑被迫闭上了嘴 魏无信送了他一个白眼 让你说 没让你说这么多 上车 魏傅冷着脸 转身自己先上了车 他今天连司机都不带 亲自开车过来 就是想趁着回家路上安静 好好探探儿子的口风 哦 魏英都起嘴 一脸狐疑地把书包扔进了后座 然后拉开副驾驶的车 坐了进去 魏老头刚回来就怪怪的 他以前哪怕是出差一天回来 看见他都不知道多高兴 像极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剑 这次父子俩都半个月没见了 怎么一见面就板着脸 魏英深刻反思自己 最后结论是 他真的没干啥坏事 除了他的初吻没了 想起泳池那夜的大胆 魏英的脸犯上热议 这事可不能让老头子知道 魏英双手捧着脸 用掌心轻轻拍摆了一下 缓解紧张的情绪 后视镜上 一双审视的目光将一切尽收眼底 落在少年泛起红翼的耳锤上的眼底魔色深沉 阿县 听说 蓝王鸡到家里来住了一段时间 你们 没什么事吧 魏长泽尽量控制自己的语气 听起来像是随意一提 可魏英到底心虚 一听父亲这么问 顿时就乱了 没 没事呀 什么事都 没有 能有 什么事呀 这结巴 这慌乱 想不让人怀疑都难 魏长泽脸色又凝重了几分 我听张妈说 你们相处得挺好的 你好像 挺喜欢他 早上还起床和他一块跑步 爸爸以前逼你早起锻炼身体 你有哪一次愿意的 怎么小舅舅一来 就喜欢上跑步了 看来小舅舅的魅力可比爸爸大多了 魏长泽佐一句小舅舅 又一句小舅舅 不断地提醒两人之间的关系 魏英听着有些烦 爸 我怎么感觉我越长大 你越爱管我了 蓝忘机性格好 人也好 他聪明 我不会的作业都是向他请教的 我为了感谢他 陪他一起跑步有什么问题吗 颤着红灯 魏长泽停下车子 侧头望着儿子瞧起的嘴角 他生气的时候就会这样 鼓着腮 脸色是愈发沉重 父子俩相依为命 两人几乎没有红过脸 可怜惜两次 儿子对他的不满 话题的主角都是蓝忘机 这不得不让他锦铃大响 阿谢 你是Omega 与Alpha相处 要懂分寸 免得惹人口舌 爸爸不是封建 也不是古板 爸爸是为了你着想 蓝忘机他虽是你的小舅舅 可他也是个Alpha 你不能与他太过于亲近 魏长泽沉生说道 语气中带着从未有过的严肃 慧音有一瞬间被震住了 就是杀斗的 虽然观众 也不是 他的残悸 封不疑 虽然是